新闻首先我们来带你来看到的是 日前何淑峰议员服务处 特别来到中港大牌会刊 那在沿着大牌走的时候 来到这个中原路口这边 发现了这个人行道上面有一个基座 但是它竟然没有装设路灯 让这个议员服务处的秘书不太清楚说 到底设置的目的为何 因此呼吁这个相关单位尽早处理 如果没有这个任何用处的话 就要赶紧撤离 才能够赶紧还给民众一个 宽敞的行走空间 沿着中港大牌走着 竟发现在中原路口附近 有一基座没假设路灯 让议员不清楚设置目的 所以请相关单位赶紧处理 若没有用处 应及早撤离 还给民众一个宽敞的行走空间 是我们行人走道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基座的部分 这个基座呢 其实是目前研判是路灯的基座 那是由我们公所所管辖的 那议员服务处这边希望说 如果这个路灯基座是有用错的话 那可能我们就把它来建置完备 建置来更完整一点 那如果说这个基座呢 是没有作用的话 那我们可能就会希望说把它移除 因为毕竟这个基座在我们的下坡路段 其实对于我们这个轮椅族 以及我们的这些妈妈 需要推轮椅的这些人来说 其实是非常的危险以及不方便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螺丝钉还蛮高的 然后上面又有一些螺丝的缠绕 那我们希望说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尽快来做解决 那还给民众一个安全的用路空间 除了指引用途以外 基座本身还电线外漏 让议员优心有漏电疑虑 也请行政机关多用点心 因为电线外漏的话 它又在户外区域 所以可能会因为下雨 而有漏电的情况 那这又是民众必经的一个行走空间 所以我们不希望有看到电线外漏 以及铁丝残绕的状况 因为这都有可能让民众受伤 其实新北市有多少像这样空有 基座设施却无法发挥正常效能的工程 议员也向市府要求进行了解及改善 尤其基座有无加上螺丝帽 攸关行人脚底下的行走安全 其实我们在于之前的话 议员是有要求说 对于全新北市 所有的螺丝帽 必须要做一个加盖的动作 那目前加盖的整体的完善度 其实已经将近有大概七八成左右 所以我们希望说这样一个状况的话 不要再发生在我们的新北市 因为民众可能经过的时候 会不小心的踢到或踩到 其实会造成受伤 那我们不希望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新北市政府一直在推行友善的行走空间 以及大量设置无障碍环境 如果因为一小处没有立即改善 而换来民众的诟病 不止抹杀了市府团队的用心 更打击了同人的信心 所以像这样的小缺失 相信市府会赶紧动起来加强改进 记者新庄采访报道